这里是全程热恋 0431-8890-1890 你的缘分热线 单身的你赶快来吧 我们在长春等着你 好 接下来有请的第二位小伙 这位小伙说了 车和女人都是她的命啊 哎呀 你看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来 掌声有请小伙出场 全程热恋 大家好 我叫鱼涛 来自吉林白山 今年26岁 我的爱情学员是 涛哥选车就是那个 选媳妇不咋会说呀 杨先生你好 你好 王刚好 哎 场上16个姑娘对谁感觉最好 来看一下小伙这一条片 就这些车啊 它都不是我的 但是都是我收来的 我叫鱼涛 今年26岁 白山人 男人对车的迷恋 就像女人对包 大学开始接触二手车 三年前和朋友一起投了200多万 开了这个二手车店 每天就是看车 收车 卖车 研究车 月入两万左右 我觉得如果把车 鱼涛女人 大致可以分反味 第一种 像八刀路虎这类车 就像女人中的大姐大 霸气 一般的男人不敢操纵 第二种 就是像奔驰宝马这样的女人 大个漂亮白 领出去那绝对有面 但是 费油又费钱 第三类呢 就像素唐高尔夫这样的车 代表的是居家型的女人 经济 实用还保值 你们猜猜 我会选什么样的车 如果用评估二手车的方法 放在女人身上 大致也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 收一台车 先看一圈车有没有伤 车况 就是这个女人的外形 首先啊 看这台车 喷了喷过漆 就像这个女人化妆一样 她化的是淡妆 还是浓妆 但是咱们一般喜欢没喷过漆溯源的 第二点啊 看这台车改没改过妆 就相当于女人 整没整过容一样 咱们还比较喜欢素车 没改妆的 这样的车还是比较好出售 最后啊 看一下这台车几手 如果手太多就没人要了 就相当于 出过几个对象一样 我们这个圈里有一个 不成文的规矩 超过三手 就没人愿要了 落完女人呢 咱们再聊一聊 为啥要找一个干二手车的男人 一 就没有他不会的 干得了专业气球 整得了财务审核 还能跟你化聊 二 金得住诱惑 在市场里一做就是一天 没有点定力 干不了这行 三 非班的会来事 一个眼神 就能给你伺候得明明白白 所以像我这样的经济试用男 不留灯还等啥呢 平时的时候呢 我会在店里吃日不饿 讲讲车 今年年初在南木新城那边买了一个房子 140多平 明年中旬下房 平时压力大的时候喜欢打保龄球 享受流汗的感觉 喜欢赛车滑雪 这种刺激又有魅力的活动 非常解压 希望能找一个女朋友一起享受刺激 好 我来看一下 三号男男 小伙 你好 你说那个 你把车 把女人比成车 那你能不能现场挑我们几个女嘉宾 把我们比上那么一笔 首先感觉你吧 就是因为我看过一期节目 然后你穿的是旗袍 我感觉就是特别有气质 属于那种 非常有收藏价值的那种 老款的捷豹型嘛 特别经典 老高吧 属于那种典型的 皮脂耐用的车 就特别经济实惠 卖疼吧 八号洋洋 就属于那种 小改移情的小跑车了呗 我觉得你 GTI行吗 小改移情嘛 大动伤神是吧 对 对 花仙子 我想把我自己定位成 幼儿早就要走步车 你感觉可以吗 这个车我没收过呀 收过 幼儿园里面走步的见过吗 走步车 见过 见过 我就感觉我是那种车 好像跟你 达不到你所要求的标准 高度好像也达不到 花仙子觉得这小伙怎么样 感觉这个小伙就是要求呢 我有点就是忽上忽下 然后也不知道它到底是 什么标准什么段位的车 适合 而且我感觉呢 固定的大海漂泊的船 女人是女人 车是车 这个是无法比拟的 这种 哎呀 你看这个词 固定的大海漂泊的船 然后最后说 女人是女人 车是车 我都对不上二啊 有点懵啊 我是不是有点懵啊 有点懵啊 五号 于燕 小伙你好 你好 你评价女人说是超过三次恋爱的话 就感觉到不太值得被爱 或者说是不抢手怎么样 我感觉到如果说一次没有过恋爱的话 像一张白纸 如果说要是有多次恋爱的话 像一幅风景画 白纸固然纯洁 但是她比不过风景画的五彩斑斓 如果说她没有之前的失败经验的话 她也经营不好她的婚姻 这个道理我之前我朋友跟我说过 但是我对我的感情观来讲的话 我不需要你太丰富 我可以来丰富你 就是我想问一下小伙 我是三段恋爱 可以吗 正好是卡 三段恋爱啊 那你擦 擦边球正好 那刚才于燕说 没触过对象的是一张白纸 触过对象的是一幅画 你现在就是说 你想要白纸 你自己往上画画呗 倒不一定太白 字别太读